鼠标我有三不买 刷新率回报率不到1000的我不买 鼠标中间不能左右摆动 或者这位置没有滚轮的我不买 颜值不高我不买 最近我又想买鼠标了 办公用预算500左右 如果特别好特别适合我1000也能接受 欢迎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现在鼠标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打游戏用的 另外一种是办公用的 打游戏的鼠标一般都有1000赫兹的回报率 又叫轮巡率 就是一秒钟能反馈1000次 这个不是dpi 但是一般的办公鼠标 不论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 它都是125赫兹的刷新率 这个有什么用 对于普通上网打字 鼠标依赖轻负载的人来说 125是绝对够用的 像350块钱的鼠标就足够用了 但是对于我这种频繁使用鼠标 我之前G502使了8年 这位置都被我磨出了一个坑了 像我这种重度用户 另外像剪辑的朋友们 特别是需要精准操作的 拥有一个1000赫兹回报率的鼠标 是很有必要的 能提高效率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我给大家看一下 鼠标一动就能看到 右侧的刷新率 有的时候800 有的时候是1047 总之这种鼠标会很顺滑 像这个鼠标 它说是2.4G的 是有1000赫兹的 蓝牙是125 但是具体用的时候 我发现 你们看 一般都是100 110 120 很显然 这就是一个125赫兹的鼠标 但是这个鼠标 我用的手感还不错 我感觉比蓝牙连接要稳 这个1000赫兹的回报率 是一个很硬很硬的参数 我强烈建议大家 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测试一下自己的鼠标 我之前特别想买 那个罗技的Master 3S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125赫兹的问题 我给它放弃了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这个125赫兹 就好像咱们玩游戏的 那个30帧 这个1000赫兹 就相当于是60帧 顺滑很多 但是30帧也能玩 总之玩的不舒服 看你玩什么游戏 像一般的游戏鼠标 都配备了1000赫兹的回报率 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的 这是一个必备的参数 但是游戏鼠标 中键不能左右掰 你看它这个中键两边 有个小箭头 或者这位置没有滚轮 一般有滚轮的是 办公鼠标或者人体工学鼠标 同时又有1000赫兹回报率 又有鼠标中键可以左右摆动 同时还有摘成点人体工学的 我目前就看见这一款 这是雷蛇的Proclic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鼠标了 也坏过 让我修好了 给刷了一个固件 最近微动可能又坏了 我准备去维修一下 但是我得有鼠标用 本来显用这个鼠标替代一下 但是现在看来替代不了 我还得再买一个 或者我再买一个同款 但是同款我觉得没必要 我想买一个逻辑的 但是没有 或者买国产的 我又不是很懂 那天上网搜了一个叫什么 日本的山王工业 那个鼠标我感觉还行 200多块钱 但是我详细一问 人家都是125赫兹的 这个中键左右摆动有什么用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比如时间剪辑 下面这个时间线很长 直接往右一掰 它就往右走 直接往左一掰 它就往左走 很人性化 也很自然 很舒服 而不需要我去拽这个条 这个对剪辑来说非常重要 好 最后一个关于颜值 颜值这个东西见仁见智 但是一般的国际大厂的颜值 都不会太差 虽然这个鼠标便宜 性能很一般 但是这个样子还是很不错的 像这种一线大厂的鼠标 造型都不会太差 开始我想买一个304 但是中键不能左右 或者我想买一个雷蛇的V2X 那个急速版也是200多块钱 但是也没有中键的左右摆动 实在不行 我只能买这个G502X了 但是我之前那个G502 普通有线版 我使了8年了 就不太想用了 而且那是POWER的 没有这种的舒服 卡在这了 希望大家给推荐推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